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他的主人让他通过跟游客合影赚了一大笔钱 甚至比他的主人卖几十头牛的钱都多 也正因此他也受到了主人的特别关照 享受到了其他牛马没有的待遇 精美的伙食 自由的空间 每天洗澡都是其他同类享受不到的 不过想想也是 他为主人带来那么丰厚的收入 这也是他应得的吧 也因为他这一对角 主人还给他申请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入选吉尼斯更成为了同类中的巨星 同时他也是世界上最贵的牛 因为现在牛角可是一斤就一万哦 也是因为这些带来名人牛效应 他也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上各种头条娱乐节目 真是了不得 拥有这样一头牛 他的主人也是很幸运的呀 其实对于这样一头牛 每天扛着这么重的一对角 会不会很累呢 你觉得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到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